傳大家看一下 你們看不懂 市面上沒有這個樓盤 沒有關係 你們在那邊看一下 這個是三眼的樓盤 也是本師堂做的 你拿來看二四四三 但是你不曉得是什麼 那裡面呢 還有藥紗 褲衛 都在寫在裡面 摸一下也過眼 我放一個大張的來 貼在這裡 大家看 告訴你怎麼樣看一下 哪個秘密的方位 那個先天水後天水也寫在裡面 通通有在裡面 還有做三的是五行也在裡面 那個一個做三的五個小格子的五行也在裡面 我現在呢給大家講 我放一個大張的來 貼在這裡 大家看 告訴你怎麼樣看一下 哪個秘密的方位 那個先天水後天水也寫在裡面 通通有在裡面 還有做三的是五行也在裡面 那個一個做三的五個小格子的五行也在裡面 我現在呢給大家講 我現在呢給大家講 真的呢那個是沒有傳出來的 還有呢你比人家說我剛才說 那手鐵後面都跌下去有沒有 那種的另外還有一個 那一道虎啊 那一道虎都貼在哪邊 那個叫做田登滿 天登滿 天的就沒了 天登滿 真的啊那個師尊教的叫田登滿 那虎路阿蝦田登滿 就打了 這是我雞就噴起來 這樣就叫田登滿 我告訴你 你們現在的人啊 現在的生衣人很厲害啊 建築人啊 他買這一塊地 貴一定沒有關係 他標的很高 因為我標的時候 這一塊地標的高 我可以蓋二十樓三十樓啊 每一層分擔啊 他賺錢就在這裡 你們沒有想到這裡 其實你住的越高 風沙越大 這樣你聽不 風沙越大 你不相信啊 你住到九樓十樓以上啊 你重複打開啊 你晚上睡覺 不出兩天 你就感冒 為什麼 風沙大 也不要冷氣 也不要電風扇 已經很涼了 對不對 那就是風扇 風沙大也不可以喔 現在呢 師傑問到這裡 我講風沙 如果講陰宰啊 有風沙 你祖先埋在哪裡 四方八面的風來吹啊 你這個呢 埋進氣的 剛剛往生埋進氣 不到半年 他的屍體會反過來啊 那風扇的厲害啊 所以你沒有讀過這個地理石 你就不知道要奧名 你風扇如果大 怕孫的生活都不安定 怕孫都說話都不聽 所以呢 這個陰宰更多 哪個奧妙的地方 很怕的地方 好像我們去看 哇 這個夢台十幾年了 我說那門門 音詩 從哪裡看 看他的夢白啊 可以看出來的 好我教你一招啦 你去看你們祖先的風水 你如果去的時候 手就給他帶那個夢白那裡 那裡 那個夢白那裡 那裡涼涼涼 你們家的天孫 大家都沒有高血壓 大家如果發修 你們家的人 有人高血壓 究竟 這樣就好了 一招給你 有厲害嗎 試試看 不然明天再 沒飲用 你不可以摸這樣給它帶 你看看 我跟你講這實在的 有高血壓 摸一次摸一個 這樣把他帶 帶一個 如果兩分鐘 哇會燙 只有你們家的房台 第三的人大大小小的小孩也會高血壓 尤其是長大的人都有高血壓 很準的喔 中間啦 我剛才跟你說中間那邊摸的 那邊中間有他的那個名字 那名字哪有要緊 他放在那裡嗎 你就親一下就看你們祖先的臉 那是誰啊 摸臉啊 那個摸牌就是代表他老大人的臉 你要注意喔 那就有分了 以前有一個上司 去印尼啊 給人家看地理 同時呢 學了這個佛法 那麼呢 印尼有一個師兄啊 看到這個上司去很高興 他不但是高興啊 他一心想什麼呢 想要跟這位上司學弟 哇 開車子今天要搭哪裡 他就開車子帶他 帶了幾個月 同時呢 他也按密談啊 超度師傅都來喔 那麼呢 這位師兄啊 他學了這個上司的法 上司回來台灣 這個師兄啊 在同修的時候 有一個師兄的 媽媽往生啊 要請這個上司到印尼也不容易啊 他就給這個上司 這個師兄講 師兄你跟了上司這麼久 我媽媽往生 你能不能幫忙給他超度啊 他說可以也沒有問題 他說超度要多少 比如說講台灣的錢啊 他說要兩萬塊 這個師兄說 我沒有這麼多錢啊 我只有一萬塊 那麼這個師兄也穿著不著 一萬塊也可以啊 就給他超度 哇 就給他超度 超度了一個禮拜以後 如果這個師兄感覺怪怪的 他媽媽好像沒有超度上氣 就來問他 他說師兄你給我媽媽 有沒有超度上氣啊 有啊 我超度半空中啊 他說怎麼超度半空中呢 他說就在那裡 你錢不夠 結果也是超度啊 你 你要怎麼樣講啊 很難講啊 對不對 難怪師尊 誰的師很多 有點 都講在裡面 超度還講價錢 超度一半 在半空中 還沒有上到天庭 你要怎麼樣做 好 這個呢 以後啊 下次有機會啊 我把這個很多的 好的資料 都講給大家公開一下 給大家聽了解一下 那麼我們請那個 法師你來 你念一下好了 這個精彩的念 給大家聽一下好不好